看 刚才那女的也在 哪个女的 看那边 她是谁啊 就是你刚才差点照顾的女人 你看 还有一个男的贴身服务呢 还伺候她换鞋 就这拍张也太大了吧 你不会是惦记上她的 你说她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来 她这种人 男朋友非富即贵 你就别惦记她了 小心那个灭绝时代 把你给灭了 你 两位的高论有点意思 不好意思 等飞机时代太无聊了 请接着 不用道歉 我也很有兴趣参与一下 行 行 两位这个点在候机时 要不然是券商 要不然是投资公司 再不然 就是抓住客户的尾巴 让客户乖乖被你们买单得住 为什么就一定得是做金融的呢 两位在贵宾休息时 说明经常坐飞机 但是做的不是头凳草 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 说明 金融民工 搬的都是金砖 但是 判断 有点不太准确 何意见呢 刚才的这些信息 稍微有点职场经验的人 都看得出来 这位先生 你能从你看得见的地方 判断我 能从你看不见的地方 读出我的信息吗 这怎么可能 你是帮你旁边这位 善后的吧 我说得对吗 你怎么知道 我要是这个都不知道 就不出来跟你废话了 对了 灭绝师太 就是这么干活的 这 这女儿怎么突然就翻脸了 乔乔跟你说了什么 好